如果有一种主食你想做失败都很难 那一定是咖喱饭 今天这个咖喱饭不仅不会翻车 需要的食材也很简单 只需要一小块咖喱 半个洋葱 两个鸡的蛋 首先锅里倒入清水准备煮鸡蛋 鸡蛋最好用常温的鸡蛋 要不然煮完蛋清会粘在皮上 不太好包皮 等鸡蛋煮熟之前咱们把洋葱切层丝 模样不重要一定要小心手 因为洋葱最后会煮得很慢 看不出什么形状 鸡蛋煮熟了 投凉水这样更容易包皮 而且不会烫到手 材料准备好了 擦干锅里的水分 倒入两勺油 用小火慢慢煎一下煮鸡蛋 这时候最好把鸡蛋表面的水分都擦干净 要不然油会蹦出来会烫到你的 如果懒得弄 可以像我这样立即盖盖晃一分钟 然后再慢慢把鸡蛋煎至虎皮色 煎这个虎皮色需要一点耐心 煎得越均匀 做出来会越好吃 差不多煎好了 放入洋葱丝 洋葱最后也要炒成这个颜色 这样就能把洋葱的香甜味完全释放出来 然后放了一勺孜然粉和辣椒粉 这两个调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不喜欢孜然味的可以不放 翻炒均匀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水量大概到鸡蛋的一半就行 汤煮开后放入咖喱块搅拌均匀 咖喱不用煮太久 煮到自己喜欢的粘稠度就行 我喜欢稍微粘稠一点的 最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尝尝咸淡 如果咸了就加点水 淡了就多煮一下 让水分蒸发一点就行 千万不要因为咸味或淡了就觉得失败了 最后盖在米饭上就完成了 我还用了欧芹碎和薄荷叶再装饰了一下 这个对味道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纯粹是为了装一下 这道咖喱饭适合厨房小白 或者经常翻车的手餐档去做 因为做完好吃到让你怀疑 这真的是我做的吗 打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